尊敬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主任林廷军旅士 尊敬的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林青山先生 尊敬的希腊航运金融协会主席George先生 尊敬的资本链接公司总裁李古拉斯先生 各位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上午好 非常高兴与各位嘉宾欢聚一堂 共同出席此次论坛活动 当前全球各国间的经济贸易交流日益紧密 对外贸易持续扩大 全球航运业也因此取得快速发展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 航运行业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超过了百分之八十 可以说航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也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末室 发表题为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的主旨演讲 并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 航运业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开放的先行领域 也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 航运业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国际合作的加强 我国航运业将进一步融入全球物流体系 为保障全球产业供应链稳定贡献重要力量 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是上海的重大任务之一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心航运事业发展 多次为航运发展出台相关政策 当前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正处于 从基本建成向全面建成迈进的关键节点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全面建成 将有助于推动上海参与国际航运事业 融入国际航运治理体系 为推动国际航运业高质量发展 共建全球航运新格局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国进出银行作为支持中国对外贸易投资发展的 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正式银行 传播融资是中国进出银行的传统特色业务 近年来进出银行立足组织主业 持续加大对传播业的支持力度 以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二大 国内第一大传播融资银行地位 与法国达飞 中国中远等全球十大传东 全球十大传奇社正保持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 以独特地位和优势积累了广泛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中国进出银行上海分行 作为系统内唯一一家设立专门航运融资业务部门的分支机构 伴随见证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成长发展与壮大 一直以来上海分行始终践行政策性金融使命 不断作优作强特色 持续加大对船舶飞机制造 港口建设物流运输等航空航运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 重点支持中央在户航空航运企业的精英发展 全面服务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目前进出银行上海分行 在航运中心贷款余额超过2300亿元人民币 充分发挥了政治性金融 对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绝对支持作用 一方面强化历周期 跨周期扶持 大力支持 在户船舶制造企业 高端船舶出口 为海洋强国战略提供政治性金融支持 近三年累计支持 以江南造船 互动中华 外高桥造船 中原海运重工 为代表的高端船舶制造出口信贷 投放超550亿元人民币 贷款余额超700亿元人民币 支持了我国首次大型豪华游轮爱达号的建设生产 LNG双燃料船 船舶出口和超大型LNG运输船舶出口 另一方面 助力提升现代航运服务业升级 大力支持航运企业 港口机械出口企业 港口建设 投资和仓储 等相关航运服务领域发展 切实全方位提高 航运物流的质量和效率 近年来 我航向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郑华重工 上港集团等重点企业 发放相关贷款超过400亿元人民币 贷款余额超过1,150亿元人民币 航运营业是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保障 也是全国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重要 纽带 上海 英海而生 向海而信 今天 我们相聚上海浦东 共商国际行业高质量发展大计 我们希望发挥我航船舶融资特色优势 加强与相关企业和机构的交流和联系 在未来业务加强合作 互利共赢 在此祝愿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祝各位嘉宾在户期间一切顺利 返臣愉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